有一次武则天在洛阳游玩时,看到美景突然来了兴致,便叫来百官迎师作父,谁能用最快的时间做出一首诗,就遇刺锦袍一份。 结果,一个叫东方球的人很快就做了出来,武则天独厚很是满意,立即赏赐了他这件锦袍,可谁知,另一个叫宋志问的人也做好了。 武则天觉得他写得更好一些,便把赐给东方球的锦袍要了回来,转手赐给了宋志问。 后来的宋志问凭借自己身后的文学底蕴,成功加入了武则天的男宠阵营,又通过其强大的后台靠山,把他的外甥朋友杀戮殆尽,为的是抢夺他们的诗词诸作,占为己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